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13日下午15时,足鞋杯半决赛次回合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。 山东鲁能队对阵武汉卓尔队,最终山东鲁能1比0,小胜武汉卓尔,以两回合6至0的比分晋级决赛。 在双方首回合的比赛中,山东鲁能5比0,狂胜武汉卓尔,使得第二回合的比赛成为走过场。 晋级决赛后,山东鲁能将与新科中超冠军江苏苏宁,为足鞋杯冠军展开最后的争夺。 比赛第13分钟,刘阳禁区外一角,远射打在了力柱上。 第37分钟,接队友传球,墨伊赛斯的近距离,投球攻门再次中注。 上半场结束,双方战成,0至0平。 下半场比赛,继续进行。 第54分钟,费兰门前,强点破门,但因之前球已出界,进球无效。 第72分钟,光开花不结果的鲁能队,终于破门了。 费兰尼禁区内拿球,转身扫射,破门得分。 山东1比0领先,这也是全场比赛,唯一进球。 最终鲁能以总比分,6比0冲进决赛。 虽然只是1比0小胜,还是令专程赶往现场的,几百球迷们乐开了花。 虽然比分不大,但鲁能球员们,包括外援在内,踢得非常努力。 围着卓尔的球门,狂轰乱掌,要不是董春宇,发挥神勇,而且鲁能,还有几次中注,本场比赛可能,又是一个大比分。 鲁能的前场外援们进球的愿望,都非常强烈,但本场比赛幸运之神,青睐了费兰尼。 赛后球迷们,也纷纷调侃着表示,每当费来,拼命想要进球时,最后进球的,一定是费兰尼。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,实在太大,基本是鲁能,围在卓尔的半场,进行着进攻演练。 全场数据方面鲁能,占尽了优势,射门次数鲁能,24对2,射政次数,12对0,基本上卓尔,冲进鲁能半场的机会,寥寥无几。 卓尔对门将董春宇,本场比赛高阶低档,表现非常出色,但也累得直喘气。 在这样的,一场比赛中,董春宇无疑是,全场最紧张的一个人。 相反,鲁能队门将王大蕾,却是最清闲的一个人。 他独自一人站在后场,观看了一场比赛,估计快要冻僵了。 赛后,接受媒体采访时,王大蕾也表示,对于他来说,本场比赛最大感受,就是有点冷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